另外我們倫貝鄉也有趙恩克背景的甜性 不過他們是做紅式不是做白式的 當然就是說他們主要黃旅兩性是主要做功德 黃姓的瑞埃潭更特別就是他子孫 或者是他們所傳的幾乎到台灣有很多地方了 另外就是趙安縣的元鄉的一些重要寺廟來講 比如說長年寺 風山豹國寺 萬國寺 鄭榮安 武通宮等等 所以他們的主神性主要從事的信仰是無險大帝 官聖帝君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說為什麼是如此 那無險大帝跟官聖帝君又都跟天地會有關 那事實上有一些像那個長林寺 鳳山豹國寺 他又是佛寺 所以這邊其實透過了很多訊息是什麼呢 那很可能這些人過去被推向台灣 他為什麼一定要移民來台灣 他是為了要躲避當時那個清朝要那個什麼呢 治理 就是說要辦理他人有關 追殺 也算是追殺 所以我們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做台海兩帝 台命兩帝的調查的時候 會發現說武術武館會是他們很重視的 然後官聖帝君信仰是為主的 然後他的上葬儀式通常都是香花生去做 但是這有點複雜 我沒有講得很清楚 那因為在香花生在台灣來講 也有另外的說法是釋教 釋教和尚 釋教所做的上葬儀式 但是這邊有點複雜我就不說 那主要相關的信仕就是張了信 雖然是那個什麼的官聖帝君為主的信仰 那另外就是說他還有這邊我剛剛講的 就是那個俠閣的武通宮 就是皇姓會去祭拜的就是五賢大帝 就是華光菩薩 這是那個在當地的一個調查的結果 那同樣的在我們西羅二輪的輪背 武館也非常興盛 那現在為主的四個館就是武衍 真心社 真心館 清喜堂 也算是一個很大的武館 然後官聖帝君信仰 我剛剛講的這兩個 那武衍大帝我這邊就跳過 因為我們那個雲地的地方是沒有 那香花生它其實是有的 二輪街上的呂姓 希羅的黃姓 就是瑞愛譚 那這邊就是可以看得出 唯主的姓氏就是張料姓 李姓 中姓 那黃姓其實也是一個大姓 霞格的一個大姓 在街上的一個大姓 可是他是去了 張華去了 所以這是我們調查的一個結果 所以那個張姓為主的話 他其實又跟那個天地會 其中一個說法是跟十八兄弟會 就是那個以萬里為主所形成 就是當時取萬的意思 就是以萬性 就是大家共同的性 萬人同心的意思 那這個萬里 他說法不一 但是這個地方的說法來講 有一說是那個什麼呢 那個就是我們張料姓的後裔 那他收養 他其實因為他圓敏為章耍 那他們大陸張料姓也有點複雜 我這邊其實也跳過了 就是生料死章 死後歸章 所以在大陸有的是姓章 就是有的是姓章 但是在我們台灣其實還是堅持 那個料姓為主 但是也有人其實也是改 但是還是以料姓為主死後才歸章 所以那個什麼呢 萬里如果是張耍的話 他的義父就是收養他的那個人 就是張子可 其實也是什麼呢 張姓 那那個什麼呢 所以從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如果這是當時整理出來的 日響 你如果是日響公拍照的話 那很可能就是可以往下再塑集子可公 然後就跟張耍有關了 那香花珍我這邊就跳過萬里 那所以萬里是誰呢 既是鄭成功的寺廟當中 都會配兩個將軍 為主的是什麼呢 萬里跟趕回 所以你會知道他的地位 所以是萬里很多故事 那他的故事又跟鄭成功是有密切關聯的 就是如果不是鄭成功出的話 蠻有可能就是什麼呢 萬里出頭 就是在當地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如果這樣的話 台灣的情勢可能又是不一樣了 那另外就是說萬里有一個兄弟 那是他的堂哥叫世道中 他就是成立什麼呢 寺廟訓練香花生的人 因為他要讓這一群人 是有什麼呢 足夠的能力養活自己 所以他教他們金燦 就是他們什麼呢 這個當然也有跟那個 當時的那個社會情境有關 我這邊我是跳過 那個對寺廟的管理上面 所以寺廟裡面就要有相關的人員 有佛事你就要有和尚 所以他們是冒名做為和尚 在寺廟裡面 然後再做那個喪葬儀式去收取經費 養活自己 然後順便去累積資金 要犯情蜂 所以他是有這樣的一個來歷 所以這邊我們看到那個 這是那個鮑伯士的 世道中的木塔 官匹萬古廟 從事國恩聖帝君 這是下個五公公的無限大地 不過他的這個廟室在興建 所以是沒有 所以張子渴 他現在他的那個原鄉的樓 他主要是來自二都新凱村的紀雲樓 他上面其實主要祭拜的 是這個觀音 這是紀雲樓 那他我們雲嶺 那個趙恩克 其實從 雖然是從宗教信仰的角度來看 可是我們最後可以去理解 他的一個發展 他的移民 或者他的信仰 是不是都跟天地會 當時天地會有關 因為這個世界其實影響 米台兩地非常的大 那日本為了那個 官方的一個追逃 追殺 那有的去渡海來台 有的就去了東南亞 所以我們在這幾年 一直勤逃東南亞 其實也是在追天地會這條路線 可是真的是太複雜了 那那個天地會 其實又跟那個張教信 有密切的關聯 如果我們相信天地會 十八兄弟當中為首的 就是世道中然後萬里 都是那個是以他們為首的話 那他們絕對是跟那個張教信 有密切的關聯 所以我們去那邊做調查 他會告訴我們說 他們會發現 第十一世主到第十四世主的 那個名字都不見 所以他們當時就在想說 是不是為了不想留下紀錄 就把他相關的內容 都那個去除掉 現在要去找那樣相關的資料 都非常困難 反而是要靠台灣的人回去 那個尋根 才會知道說 他們的那個後代都分布在哪裡 所以這是目前的一個狀況 因為當時就是藉著天地會 然後去 其實當時就是藉著明天信仰 去吸引那個成員 再藉著宗教寺廟 那個就是寺廟的形式去什麼呢 讓他們居住 然後謀生 然後這樣子所形成的那個 一個關係 那其中相發生 就是什麼呢 那個四道中當時 教導他們可以謀生的一種形式 結果後來變成是家傳的事業 然後隨著移民 然後四處 那個落腳在不同的地方 那有的就是落腳在台灣 有的就是落腳到東南亞了 所以後面的部分呢 我稍微講得有點快 所以剛好時間也到了 所以我本來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可能也是跟那個有關的 所以這是 就是我們這次去 我們這次去 在馬右甲的拿督宮 就是在那邊 拜當地神的一種形式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一下馬來西亞華族拜的拿督宮 大家就知道很多的訊息 所以因為大家下午 接下來還有一門課 所以我就在這裡結束 好 謝謝大家 今天就來解釋 一下真誇軟